英国的《卫报》曾评选出了亚洲十大推理小说 我们此前讲解过的公布美雪的作品《火车》 下树镜子的栗作 W的悲剧 都被收进了这个榜单之中 本期节目 天成再给大家带来一部 根据亚洲十大推理小说改编的悬疑电影《杀之气》 其原著是日本社会派推理大师松本清章的代表作 讲述了一起离奇谋杀案背后隐藏着的真实而残酷的真相 故事发生在1971年6月的一天 这天早晨 有人在日本东京的一处火车集散站点 发现了一具面目全非的男尸 从现场痕迹和死者的死状来看 这像是一起普通的火车碾压事故 但警方的试检结果表明 死者并不是遭火车碾压而死 而是被人用石头重击头部致死 死亡时间大概是在案发当晚的八九点钟 也就是说 这并不是一起交通事故 而是一桩残忍的凶杀案 凶手在杀完人后 又用石头砸烂了死者的面部和身体 对方这么做的原因 除了将凶杀现场伪造成车祸现场外 或许还有隐瞒死者身份的目的 此外 法医从皮肤和骨质判断 死者年龄应该是在60岁到65岁之间 死前喝过不少酒 身上还留有一盒某酒吧定制的火柴 不过 警方在死者身上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证明其身份的物品或证据 近期也没有接到相关失踪案的报告 负责办理此案的东京警事厅资深刑警金西 先是一边在报纸上登载了巡视启事 一边带着搭档小何警官 走访了凶案现场附近的居民 想要看看能否找到案发时的目击证人 结果一无所获 无奈之下 金西只得从死者身上留下的唯一物品火柴盒查起 根据火柴盒上的标志 金西和小何警官找到了死者生前光顾的酒吧 酒吧里的一名女招待对死者还有点印象 但无法精确描述出对方的样貌 只记得在案发当晚 死者曾跟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坐在一起喝酒聊天 两人看上去应该相识 在给两人添酒时 女招待听出死者操着一口北方口音 不像是东京本地人 此外 在交谈中 死者提到了归田一词 白衣男子当时还随口问了一句 归田这么多年没什么变化吧 按照时间推算 白衣男子很可能是死者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 显然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但由于酒吧灯光昏暗 女招待并未看清对方的容貌 只记得她穿着一件显眼的白色上衣 小何警官据此猜测 如果白衣男就是凶手 那么他应该就住在凶案现场附近 因为从粗暴的作案手法来看 凶手在杀人时身上肯定会溅到血迹 而案发时间又是在当晚的八九点钟 路上仍有很多行人 凶手如果穿着染血的白色衣服 肯定会引人注目 除非对方将血衣扔掉或就地烧毁 但警方在搜寻案发现场周边时 并没有找到血衣或是焚烧衣服的痕迹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 白衣男在杀完人后 就立即返回家中处理了作案时的衣物 循着小何警官的这个推理思路 警方重新排查了凶案现场附近的居民 结果并未找到符合遗凶特征的人员 于是 京西决定换一个调查思路 酒吧女招待提到过 死者在跟遗凶白衣男子交谈时 两人都提到了归田一词 从他们的对话内容可以推断 归田可能是死者和遗凶 共同认识的某个人 而女招待又说过 死者操这一口北方口音 或许她认识的这个归田也是北方人 想到这里 京西给日本北方各地的警署打去电话 请他们帮忙排查当地有无叫归田的人 然而 令京西大失所望的是 北方各地警署的排查仍旧一无所获 眼间调查陷入僵局 京西在脑海中盘旋归田两个字 突然想到了另一种可能 那就是归田也许不是人名 而是地名 巧合的是 日本的北方刚好有一个名叫归田的小县城 那里会不会就是死者的家乡呢 京西和小河警官立即启程 赶到了归田县 这是一座交通闭塞 人口稀少的偏远小城 在当地民警的配合下 京西和小河警官只花了两天时间 就将全县居民排查了一遍 结果依然没能找到死者和遗凶的相关线索 京西和小河警官只得无功而返 在返回东京的火车上 两人一边吃着饭一边讨论案情 京西觉得 凶手未必就一定是凶案现场附近的居民 也有可能凶案现场附近住着一位凶手的信任之人 凶手在杀完人后 在此人家中处理掉了自己的衣物 所以警方在案发现场附近既没有找到血衣 也没能排查出符合遗凶特征的人 京西刚说到这里 他和小河警官的交谈 就被一阵叽叽喳喳的吵闹声打断 两人转头望去 见到几名女乘务员正围着一名年轻男子索要签名 据说此人是目前最当红的钢琴家英良 凭借着独特的音乐天赋和俊朗的外形 现年38岁的英良成为了无数女粉丝心中的白马王子 而她选中的未婚妻是当今日本内阁权臣老田的女儿田子 京西和小河警官自然对追星毫无兴趣 案件的调查进展不力 让两人的情绪都十分低落 回到东京之后 小河警官意外从报纸上读到一篇报道 内容是 报社的一名记者在乘坐火车时 偶遇了一位美丽而忧郁的年轻女子 女子当时将一大包洁白的纸片撒向了火车窗外 白纸片随风飞舞 纷纷扬扬 宛如雪花一般 记者觉得这样的画面既唯美又浪漫 因而将这件小事记录了下来 小河在读到这篇报道后 顿时有了一个脑洞大开的推测 他怀疑 这名年轻女子抛洒的也许不是纸片 而是剪碎的衣服碎片 因为报道中提到的事发地点离凶案现场不远 据京西此前的推理 凶手在杀完人后 有可能躲进了附近的一位信任之人的家里 那么 这名抛洒白色碎片的女子 会不会就是凶手的信任之人呢 而记者记录下的唯美一幕 则是女子在帮凶手处理作案时染血的遗物 尽管这个推测听上去非常牵强 但小河警官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波动报社的电话 联系上了撰写该报道的记者 据记者回忆 他确实没看清 女子抛洒的白色碎片适合材质 只是远远地看上去 有点像纸片 此外 记者还向小河警官透露 两天前 她在一家高档餐厅用餐时 再次偶遇了在火车上抛洒白色碎片的女子 对方是这家高档餐厅的一名女服务员 根据记者提供的地址 小河很快来到餐厅 找到了这名女服务员 她的名字叫李慧 巧合的是 李慧刚好就租住在 兴奥压县城附近的公寓里 小河警官此前排查嫌疑人时 就曾见到过她 当被问及为何在火车上抛洒碎片时 李慧的神色显得有些慌张 稍作镇定之后 她表示自己最近从未坐过火车 更没有扔过什么白色碎片 就在小河警官盘问李慧的当口 餐厅内来了几名客人 其中一人正是小河警官和京西 在火车上见到的钢琴家英良 与其同行的有英良的未婚妻田子 以及其他几位亲友 据说这些人是餐厅里的常客 李慧随后以自己要去招待贵客为由 结束了跟小河警官的谈话 并让小河警官原地等一会儿自己 哪知他这么一走 就再也没有回来 明显是心里有鬼 没能等到李慧回来的小河警官 决定前往李慧抛洒 白色碎片的铁道附近碰碰运气 经过长时间的翻找 他终于在一处乱石堆里 发现了一些白色的碎布片 其中一块布片上还沾有可疑的血迹 小河警官随即将这块布片 带回警示厅做了检测 尽管当时没有DNA比对技术 但检测结果表明 布片上的血迹和死者的血型吻合 没准就是来自死者 果真如此的话 李慧却有可能帮着凶手处理了血衣 但问题是 如果李慧是帮凶 他为何不干脆烧毁证据 而要以这种奇怪的方式来处理血衣呢 经细猜测 也许是李慧对凶手又爱又恨 内心既希望警方找不到证据 又期盼警方能发现蛛丝马迹 出于这种矛盾的心态 他才选择了用这种不彻底的方式销毁证据 当然 精细的猜测是否属实 找到李慧本人一问便知 可棘手的是 李慧在东京无亲无故 平时也不和同事提及自己的私生活 如今他刻意躲起来 根本无从查找他的下落 就在警方像眉头苍蝇一样搜寻李慧的踪迹时 一位来自钢山县 名叫阿树的年轻男子 在看到警方的巡尸启事后 来到警示厅便认了尸体 经过阿树的确认 死者正是其失踪多日的养父三木 三木大约在半个月前离开家乡 前往大阪市旅游 不久就突然失联 让阿树不解的是 三木在离家前 明明说的是去大阪 怎么会死在距离大阪几百公里的东京呢 据阿树介绍 他的养父三木现年65岁 出生在钢山县 对方在年轻时读过警校 毕业后被分配到岛根县当警察 并在那里娶了一位妻子 大约在十年前 三木的妻子病故 他本人也到了退休年龄 所以就独自来到钢山县 开了一家杂货店 阿树原本是店里的伙计 后被孤身一人的三木受为养子 在他的印象中 养父性格温和友善 从未与人结怨 因而他实在想不通 谁会用如此凶残的手段将其杀害 此外 三木认识的人当中 没有叫龟田的人 其出生的钢山县和工作的岛根县 也没有名叫龟田的地方 并且 这两个县并不在日本的北方 而是位于西南 三木生前也从未去过北方 应该不太可能会讲北方方言 为了搞清楚三木北方口音由何而来 京西警官专门拜访了一位 研究方言的语言专家 专家告诉京西 岛根县内有一处名叫龟宗的山区 此地方言的口音跟北方口音极为相似 而三木此前就是在龟宗地区 当了二十多年警察 自然会说那里的方言 并且 龟宗两个字 本地方言念出来 听起来跟龟田两个字十分相似 得到了这条重要线索后 京西决定和小河警官并分两路 小河警官留在东京 继续寻找理会的下落 京西则前往龟宗地区 探访三木以前的同事和友人 既然三木在生活中温和友善 从没有跟人结仇 那么杀害他的凶手 就有可能是他当警察时 抓捕过的某个犯人 或者是犯人的家属 然而 当京西翻山越岭抵达龟宗后 三木以前的同事和友人 却告诉他 龟宗地区民风淳朴 在三木当警察期间 当地曾未发生过严重的案件 况且 三木常年与人为善 即便是被他抓捕过的小偷小道 出狱后也对他没有任何仇怨 而最能体现三木性格的 是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当年 有一对乞丐父子从外地来到龟宗 其中的父亲患有麻风病 所有人都对其避之不及 唯有三木收留了父子二人 不仅自费把这位父亲 送往附近的疗养院接受治疗 而且 还将对方年幼的儿子 收为养子 留在身边细心照顾 只不过 这个孩子 后来离开龟宗 不知道去了哪里 也就说 前往警局认识的阿树 其实是三木的第二个养子 除了对外人亲和友善 与同事朋友相处融洽外 三木和妻子的关系也非常和睦 这就意味着 他既不可能死于仇杀 更不可能死于情杀 既然如此 到底是谁 出于什么动机 用凶残至极的手段 杀害了这个所有人眼中的老好人呢 百思不解的京西 只好先行返回东京 结果刚一回来 他就得知了李慧死亡的消息 原来在京西回到东京的前一天 警方在一家医院里 找到了已然断气的李慧 李慧生前怀有几个月的身孕 因出现流产征兆 晕倒在了路边 等到路人将他送到医院救治时 他已失血过多 不治身亡 李慧的死 让案件的调查再次陷入困境 京西努力思索着 目前掌握的线索 他忽然想起来 三木的养子阿树 此前提到过 三木半个月前 外出旅行的目的地 并不是东京 而是大阪市 并且警方已经确认 三木在东京并无熟人或倾固 那么 对方为何要临时改变主意 来到距离大阪几百公里的东京呢 为了找到各种缘由 京西又只身赶到大阪市 并辗转找到了三木留宿过的旅馆 据旅馆老板娘回忆 三木住在旅馆期间 除了每天跑去周边景点闲逛外 还借连两天 光顾了附近的一家电影院 第二次从电影院回来时 三木的情绪明显有些激动 当天他就办理了退房手续 说是要赶火车前往东京 寻找一位故人 由此看来 三木应该是在附近的这家电影院里 得到了故人的讯息 当京西来到电影院时 马上就被墙上的一幅照片吸引了目光 这张照片是影院老板和当红钢琴家英良的合影 英良虽然在东京就读了音乐学院 毕业后也留在了东京发展 但他其实是出生在大阪的一座小镇上 影院里的这张合影 是他回家乡宣传自己的音乐会时 和影院老板一同拍摄 影院老板此举的目的 只是想利用名人效应招揽观众 据他回忆 三木第二次来影院时 并不是为了看电影 而是向其打听英良的个人情况 这就很奇怪了 英良是大阪人 三木则出生在钢山县 两人之间没有任何交集 三木为何要打听英良的情况呢 一斗丛生的京西 随后来到大阪市的护极科 调取了英良的个人资料 这份资料非常简略 上面只有英良的出生年院和地址 以及父母的姓名 而英良的父母英叔和英审 早在1945年就死在了美军大空袭中 护极科的工作人员告诉京西 英良所在地区的护极资料 都在空袭中被毁 京西现在看到这份资料 是当年只有12岁的英良 自己跑来护极科登记 因而信息比较简陋 根据护极上登记的地址 京西来到了英良的出生地 结果得到了一个 令他大感意外的消息 据当地人回忆 英叔和英审 根本就没有一个名叫英良的儿子 两人只有一位名叫秀夫的养子 夫妇俩当年开了一家自行车修理铺 秀夫是店里的学徒 由于英审不能生育 夫妇俩最后将秀夫收为养子 并视若挤出 后来 英叔和英审双双在空袭中遇难 他们的遗产便由秀夫继承 养父母死后不久 秀夫就离开了大阪 死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当地人提供的这些信息 让案件的调查 隐约有了一些眉目 回到东京之后 京西又收到了阿树 寄来的一个包裹 包裹里是三木生前 留下的日记和信件 阿木希望 这些资料能对侦破案件有所帮助 在看完三木的所有日记和信件后 京西终于拼凑出了案件背后 令人心寒的真相 随后 京西在同事们面前 说出了自己的推理 一切还要从三十多年前 死者三木救下的那对 乞丐父子说起 其中的父亲名叫秀博 秀博原本和妻儿 生活在日本南部的一座村庄里 后来因染上麻风病 秀博遭到了妻子和全村人的嫌恶和排挤 走投无路之下 他只得带着年幼的儿子秀夫 四处流浪 以乞讨为生 在当时的年代 人们将麻风病人视作洪水猛兽 唯恐避之不及 甚至相关法律都允许警察 将麻风病人赶出自己的辖区 因而 秀博父子在流浪过程中 吃尽了苦头 经常遭到他人的殴打和辱骂 好在 三木最终发现并收留了他们 三木不仅把秀博送往附近的疗养院里 隔离治疗 还和妻子将年仅六岁的秀夫受为养子 留在家中细心照顾 然而 或许是习惯了流浪的生活 又或许是因为想念亲生父亲 秀夫在养父母家里始终闷闷不乐 不久就孤身一人立家出走 死后的三十多年里 三木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秀夫的念头 但秀夫却如同人间蒸发一般 始终杳无音讯 直到半个多月前 三木在大阪旅游期间 无意中在一家电影院里 看到了一张钢琴家英良的照片 尽管时隔三十多年 但三木还是一眼认出 照片中的英良就是当年的秀夫 原来秀夫在离开三木夫妇后 独自去了陌生的大阪市 他之所以没有去找自己的亲生父亲秀博 也不愿留在养父三木家中 恐怕是在流浪过程中 经受的凌辱和痛苦 让他变得早熟而自卑 他希望找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 跟那段不堪的过往划清界限 几年后 秀夫在自行车修理铺当学徒时 被修理铺老板英叔和英婶夫妇收养 1945年 英叔和英婶双双在美军的空袭中遇难后 只有12岁的秀夫 跑去大阪护几科登记了自己的新身份 姚申变成了英叔和英婶的亲生儿子英良 终于彻底与过去划清了界限 随后 英良带着养父母留下的遗产 只身来到东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并凭借着个人的努力和天赋 考上了知名的音乐学院 之后又一路顺风顺水 成为了一名当红的钢琴家 还跟内阁全程的女儿定下了亲事 恰在此时 三木来到东京找到了英良 还执意要带他去见那位 尚在人世的亲生父亲秀博 这些年来 三木一直跟生活在疗养院的秀博 保持着通信 两人通信的大多数内容 都跟秀夫有关 虽然已过去三十多年 但这两位父亲 从未忘记他们的这个儿子 如今 秀博已然行将就目 他去世之前 唯一的心愿 就是希望有机会 再看一眼自己的亲生儿子 正因为如此 三木在看到照片后 才匆匆跑来东京找到英良 哪知 两位父亲心心念念的人伦亲情 在英良眼里却一文不值 英良在见到养父三木的第一眼时 就在担心 自己伪造身份的事情曝光 更恐惧自己不堪的过往 暴露在世人面前 从而让他光亮无比的未来遭到摧毁 为此 他居然将养父骗到铁道附近 用残忍的手段将其杀害 杀完人后 英良来到住在附近的情妇李慧的家中 换掉了身上见血的衣服 出身平凡的李慧 对英良一往情深 还怀上了对方的孩子 但他深知 心上人不可能放弃权贵之女 跟自己在一起 所以李慧心里对英良又爱又恨 单纯的他 既暗自期盼英良罪行暴露 被绳之以法 又希望心上人能永远平平安安 正是出于这种极其矛盾的心态 李慧才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方式 帮英良处理了血衣 以上就是金西对整个案件真相的推测 而警方此前在凶案现场的一块石头上 采集到了一枚指纹 应该是凶手在慌乱处理现场时留下 现在只要将英良传唤到警局 做一个指纹比对 就可以证实金西的推测 当金西和小河警官带着传唤令 来到英良所在的音乐厅时 英良此刻正在弹奏自己的最新作品《宿命》 伴随着婉转七美的旋律 一幕幕往事开始在英良的脑海中浮现 案件的真相和金西警官的推测别无而至 确实是英良为了掩盖过去的一切 杀害了对他恩重如山的三木 至于李慧的死也不是意外的流产征兆 导致失血过多身亡 而是英良要求李慧打掉肚里的孩子 但遭到了李慧的断然拒绝 两人大吵一架后 李慧因为情绪太过激动 才出现了流产征兆 最终带着肚里英良的骨肉一起死在了医院里 英良异曲谈罢 眼泪不自觉地夺况而出 或许对他来说 一切都是命运 但一切已成烟云 如先所述 《沙之气》是日本社会派推理大师 松本清章的名作 对后来的《公布美学》 《叶珍忠显》等作家的社会派推理作品 《火车》 《绝教》等多有影响 书名《沙之气》 意为用沙子做成的容器 象征着随时可能崩解的名利 权柄 财富 社会地位等身外之物 看完电影后 田成总是在想一个问题 那就是 如果英良在成名后 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 又会是怎样的结局呢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悬疑推理和犯罪影视剧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下期见